欢迎继续收看二元期权视频 在这个视频中,我们将学习投资收益公告 以及如何用二元期权从这个不稳定的,盈利性强的公告中获利 每个公司都向市场宣布财政数据 美国公司每年宣布数据四次 公司需要事先宣布他们公布官方数据的计划 你可以在很多网站找到相关信息 Yahoo Finance上也有每个公司和整个市场的信息 很多其他财政网站也有这类信息 比如earnings.com,finvest.com,briefings.com等等 除了定期公布数据以外 公司还会发布关于公司预期表现的指导信息 每当形式有所变化时,他们都会再发布更新 比如零售公司每月都会发布销售数据 当我们讨论交易收益时 我们主要是指紧跟官方数据公布之前或之后的股票交易 有两种收益战略 一种战略是预测收益是否会比预期高或低 从而从公布数据来获利 另一种战略是基于公布的收益数据 在数据公布之后从股票的走势和数据中获利 这一类的交易者只有在公布数据之后才会行动 收益会在股市中引起巨大动荡 因为股东想拥有比预期更成功的公司 而缺乏较高预期的公司可能会经历股票的大幅下跌 由于这种不稳定性 公司通常在市场交易时间之外宣布收益 即在开始之前或闭试之后 此外大多数公司通过电话会议来讨论结果 公布的数字和电话会议都会对股市产生很大影响 因此在交易收益时 你首先要做的是交叉比较现有的交易资产和收益数据 并记录下预期收益公布的日期 如果你使用的是Banked Binary 点击股票键 你能看到一系列的可作为标的资产的股票 它们大多都是欧洲的 这是OptiMarkets的交易页面 如果你单击股票键 你同样可以看到一系列的可作为标的资产的股票 OptiMarkets提供来自全球的股票 其中包括一部分欧洲的 但绝大多数都是美国的 我比较喜欢用OptiMarkets 因为我主要进行美国股票的交易 而OptiMarkets上的美国股票更多 你应该选择你熟悉的股票来进行收益交易 并且最好选择你可以立即了解到收益公布的股票 比如说苹果是一个流动性较强的股票 这是一些苹果现有的期权选择 它们有两种到期时间 10点半和11点 现在已经是10点06分了 如果我们早些看这个页面 还会有一个10点的到期时间 如果我们想要进行收益公布的交易 我们首先要了解收益在什么时候公布 所以我们回到Yahoo Finance 你可以看到 下一次收益公布时间是在7月22日 你还可以在finvest.com和许多其他的网站找到这些信息 二元期权是用来进行收益交易的很好工具 因为它让你能够很及时地捕捉股票的动量 二元期权只能在市场开放的时间进行交易 而收益公布总是在市场关闭的时间 因此你无法根据收益信息做出及时的反应 但是由于闭示时市场的流动性很小 因此在闭示时进行交易的风险很大 开始之后 你就可以根据收益公布信息进行二元期权交易了 通常在收益公布的时刻 市场动荡最大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选择二元期权来进行收益交易 因为对于二元期权来说 你只需预测资产走向 不需要预测资产浮动的程度 你不需要紧随市场的剧烈运动来赚得更多利润 只需要在开始之后选择股票的正确走向即可 在进入交易之前 你就知道了你的风险和获利水平 通常在你进行收益公布的交易时 你希望在消息公布时看到市场的剧烈动荡 你并不一定在这时候进入交易 而这只是一个信号 表示你可能能在这个收益公告中获利 市场动荡表明市场参与者会大批进入交易 在开始时推动市场上升或下降 因此我们的交易战略很简单 如果收益发布时股票发生了5%到10%的增长 那么你应该在开始时立即购买二元看涨期权 越快越好 如果股票在消息公布时剧烈下跌 那么你就应该购买二元看跌期权 你购买的期权越早到期越好 因为你想要抓住信息公布时市场的及时动量 然而到期时只能看经纪人的决定 在你进行收益交易时 你应该关注电话会议的时间 如果可能的话 在交易时收听电话会议 这在交易时间管理上应该不是很困难 因为大多数的二元期权经纪人 只在流动性最强的美国资产上提供期权交易 因此同一时间有很多电话会议 同时进行的可能性不太大 一些电话会议会在市场开放时间之外进行 所以你可以收听会议 或者观察开示前或闭示后的价格动向 如果会议在市场开放时进行 你应该避免购买在会议期间 或会议结束之后到期的二元看跌期权 原因是管理层关于收益的讨论 很少会带来负面的结果 电话会议是他们解释不良收益结果 推动好的收益结果 推广公司和股票的机会 这通常会对股票价格产生正面的影响 因此如果你想要购买二元看跌期权的话 你应该有所警惕 经过练习之后 你能够用二元期权 在收益公布时获得巨大利益 我希望你能将它加入 你的二元期权交易战略中